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圣举中一江湖 一万一心 何够随那种 同时海济 原龙一江湖 一国全世之国外 同时海济 原龙一江湖 同时海济 原龙一江湖 各位善信大德 现世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 天下一家亲的节目是与世间庙法广传 邀请世隆工商各行各业将专业投入智慧之心情 传播天下本一家之和谐理念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首先要感谢廖三昕师兄给我这个机会 还有亚琴师姐 谢谢 我们很高兴 其实跟我们的徐太太 我们的何太太见面就是徐师姐 其实已经是第二次 第三次了 那很高兴就是说 因为也是我们老祖师尊师父的弟子 第一届的学员 没有想到事隔一二十年了 有 有 所以又在这里见面了 真的很高兴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定有一位成功的女性 而一个艺术家的女人 其实她的生活一定要比艺术家更艺术 为什么我讲这一句话 我想就是说 在我们的何老师 何柴明何老师 她的创作已经那么久了 因为要有这么好 这么受欢迎的作品 其实何太太一定是给她非常的安心的 对 就是平时多注意一些生活上 她需要的灵感 还有开辟裁员 因为老师她是一个白手起家 真的是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 所以只要可以帮助她 可以有钱赚的机会 我们就是全力以赴 所以想尽各种办法 就是可以帮助她 让她可以不用为了经济再烦恼 才可以专心的创作 没错 我们的何太太就是我们的许师姐 讲了这一句话一定有很大的感触 因为我们的何柴明何老师 跟我们的许师姐 共同有了六个小孩 对 我跟你有一个儿子 这个可以想说 这小孩拉拔长大 然后还要再顾家里的一切的事情 不简单 所以以前就是靠着一条背带 就要背着小朋友 然后白天是去上班 然后利用晚上的时间 可以帮助我先生 就是一起去找经济来源 那时候的经济来源就是一些生活陶瓷吗 最开始不是 最开始是靠我们做润饼 齐家 然后利用累积起来的钱 再去买窑 窑 买进来以后 我先生他白天就是杯子小孩 自己在工厂自己在做 然后我就利用这个时间 把自己做起来的产品 带到市场上去销售 还是跑公司一些团体 机关 看他们要不要收藏我们的生活陶瓷 对 那时候你要跑市场 跟跑公家机关 那些生活陶瓷大概都是哪一些 以前我们都是做酒瓶 酒瓶 因为一般市面上的酒瓶 它是陶的 只有我先生他研发出来的就是齿 所以我们叫真齿之美 因为我们的齿 你一样的酒瓶泡酒起来 它的那个口感就是不一样 是 也就是因为你们有这样的发现 那所以说才会开始用齿来做这个酒瓶 酒瓶 然后到市场去应该也很受欢迎 对 那我们想就是说 两个夫妻共组一个家庭的时候 一下子这样连续生个六个小孩 他也不可思议 对 所以说要很认真很努力的工作 是是 不过在今天跟我们的师傅 在交谈的时候师傅的开始 就是说你们夫妻 两个最有价值的就是说 把这六个小孩都抚养长大了 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财富 对 那个老天真的也是很照顾 让我们一个酒瓶就可以养一群小孩 是 然后让老师更有那个经济上他不用烦恼 就是说可以去研发他更精致的东西 所以开发出那个保胎词 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刚刚我提到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性 真的我们的何才明何老师呢 他这21年来从事的就是这些博胎词的这种创意的工作 如果没有很专精 没有让他很安心 怎么可以做出那么多好的作品来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何太太就是徐师姐 您的这样的贤惠跟先生相处 让他安心在创作 这个呢回想起来也应该在我们的徐师姐 你也是我们益京大学第一届的学员 以前呢这个第一届的学员到底 为什么会让你 刚刚提到的时候就说 哎呀我明天上完课啦 早上上课下午就要去拔草 那时候上课有多少人 大概四五十个有 四五十个 那上课的地点呢 上课的地点就是在那个南头的残疾山 咸佛寺 那时候正常草屯的残疾山 才刚刚在盖是不是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边拔草 然后那边在一边在兴建 是 师傅他都没有跟我们收学费 所以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 所以利用下课的时间 大家都拼命去拔草 因为那边草很多 是是是 不过也因为呢 你就是上了多久的时间 后来因为小孩子的关系 家庭因素的关系 你就休学了 那时候一年多 上一年多 嗯 孩子都还小吧 那时候孩子还很小 是是 但是我知道就是 我们许师姐这个求知欲很高嘛 但是呢 虽然上了一年多 可是呢 也因为你这一年多 学会了沾卦 学会了看卦象 但是呢 就是我们的何才明何老师呢 何大师想要到大陆去做展览的时候 是你张卦鼓励他了 对 因为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信心 他如果有信心的话 他就不怕踏出第一步 也是因为这样子他踏出了第一步 是 因为他的作品真的是很独特 因为我陪他到大陆那边展览 我看到那个一般的那个参观的人 他的眼睛都真的很大 雪亮的 而且都是赞叹的眼光 所以我相信说 薄胎池绝对是开发对的 所以我就告诉我先生说 你不怕你的东西 目前是不是说 销售的出去销售不出去 只要你有准备 你做出绝世的精品 我相信机会是在等待你 是 只要你有准备 你做出绝世的精品 我相信机会是在等待你 是 但是也终于 很多他已经创下了世界的记录 这么薄的0.17毫米的这个薄度 但是也因为你的鼓励 我相信呢 让他很安心的勇往直前来做 可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你在除了沾挂应用妙法之外 平常你还会有一些事情 你会沾上挂吗 会 因为当我幽语难绝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老师教我们就是说 你可以普个挂 来让自己信心更坚定 你要投资 是不是值得投资 还是说 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做 你会不会画烟网路 所以这个要感谢老师 他真的让我们受益良多 是 今天师傅看到 这应该是二十几年没见的学生 师傅说你落跑了 但是因为实在是家庭因素的关系 因为那个时候 孩子一个一个都差几岁 有的差两岁 有的差三岁 是 是 所以真的 那是要背 还有工作 不简单 这样子像媳妇已经熬成婆了 也忙忙碌碌了 但是现在何老师的 他整个事业也都有发展了 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现在就是希望说 我们这次7月9号到21号 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有办真词之美 希望说对这个瓷器艺术有兴趣的 可以来参观 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少有 就是像这个一览天下 这个是老师花费了二十几年的心血 才制造出来 所以这个不看真的很可惜 也很值得收藏 而且就是说 我们在7月9号跟7月21号 我们的九松陶夜创作室 在文化中心台中做展览的时候 欢迎如果有看到我们播出 欢迎大家一起来 因为只要你有收藏 要送这一本 很厚也很难得 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何柴林老师 他自己的创作品 那当然除了到那边 你可以看到很多 真的实物的东西之外 有这一本真的是可以在家里 没事的时候方方看一看 又不会眼力 但是从里面可以找到很多艺术的真水在里面 那当然就是说 你现在要孩子都长大了 那通常你要陪同我们的何老师到大陆去的时候 你要去打理哪些事呢 就是说他该准备的东西是不是有准备齐全 这一次去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表现什么特色 所以这个都是事前要先规划好 因为你展出的话 你一定要有吸引人家的 你如果没有说很独特 人家就不觉得说那个有什么稀奇 所以我每次我都提醒老师说 你如果要出去 你一定要有一样新作品 而且那个作品就是让人家看到很赞叹很惊讶 说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那么不简单的作品 所以我陪他到大陆去 包括那边的高官那边的那个市长 看到他的作品都说 何老师 这个应该就是要留在我们景德镇 是 但是老师 因为他就是说对我们台湾 他很喜爱台湾 所以他第一次到景德的时候 他也不会忘记将我们的台湾 就挂在蜘蛛网上面 是 所以有台湾还有台中 因为老师是台中人 是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许师姐 也就是何太太的身上 还有在谈话当中 知道她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因为一位创作艺术家 其实要去做展览 或者是要出过去 有很多东西真的要打理 要面面俱到 这些小事情交给女人家来做 一定做得更好 当然就是说她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何太太你要帮忙何老师什么吗 你要去看烧窑吗 要看顾窑吗 还要做什么吗 早期的话是要 要顾窑 因为早期我们可能说烧了好几天 都要轮流日夜轮流 现在是比较轻松 以前就是要备料 这些事前的准备工作 还有就是烧窑的时候 你时间太长要轮流 你作品做好的 完成的时候成品 要找客户看有没有收藏家 还是说买家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有经济来源 现在儿子已经长大了 所以把这些重担都交给儿子 所以儿子现在比我更专精了 是 太好了 我想这是年轻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自己的这个父亲 有这么好的一个创意 这么一片天下 应该好好的在跟着学习 我相信又可以清出于蓝 胜于蓝 这是很重要 当然就是说 我们知道 你每次看到我们何老师 他做这么薄的 这么薄的一个创意品 有这么多 我听他说有150个进去烧窑 可是好像只有剩下几个 对 你要他失望的时候 你会安慰他吗 或者是他在那边黄神的时候 你会安慰他吗 当我看到烧起来 如果是成功 我当然是很高兴 如果失败的时候 我完全不敢表现说 我不高兴 还是我很失望 因为我怕说 我失望了 老师更没有信心 所以我还是表现得很快乐 很高兴 你说没关系 对啊 这样子吗 继续努力 下一次成功一定是属于你 我相信也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怕把你这种心疼不舍 这种感觉影响到他了 其实我相信他自己也很难过 因为毕竟他已经创作那么久 要做那么久 然后结晶快要插临门一角 但是这一角 真的是很失望的时候 真的 那长期下来了以后 真的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很多 有没有学习到各种的这些道理 有 因为老师教我们就是说 当你静下来 你的智慧就会产生 所以每次如果有碰到困难的事情 我绝对是先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然后我才会想到说 我的下一步要怎么来协助老师 要帮助老师 让他的作品能够更上一层楼 是 是 因为我们何老师他自己本身 还有更多的抱负 他希望有做出更不同的这些 像这些保胎磁的 不同的这一些 应该是产品不一样的 但是呢 就是说你这样看着我们的何老师 他对着我们保胎磁的这些磁器 这么样的狂热 而且不畏艰难的勇往直前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会说 这你心扣不要做了啦 你会有这样想吗 不会 因为我觉得说 一个成功者 他绝对是坚持到底 是 只要你坚持 我相信老天爷 最后一定让你看到那个成果 是 是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何才明何老师 他在中国大陆也好 在台湾也好 有这么多的收藏家 最主要 其实你看的不是只有一件艺术品 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亲情 温情 有很多的努力 有很多的智慧 甚至呢 有很多的这些心血在里面 尽管一次一次 因为烧出来都破掉了 失败了 可是呢 他还是勇往直前 里面有多少的鼓励在里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看的时候 要用不同的心境 这么薄 薄到可以透光的这种婆胎慈悲 那你可以慢慢去细细的去品味他 你一定可以悟出里面各种的道理 尤其这里面是夫妻共同在努力的 真的不简单 所以你看看一直在这样子 这么努力去做 尤其他勇往直前 你还是鼓励他吗 对 因为我觉得有智者是进程 所以许师姐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你内心最期盼的 最大的期许是什么 尤其在我们这个博台词 现在已经在慢慢的发扬光大 而且现在陈伟金是台湾之光的何才明何老师 怎么样让我们的九松陶玉创作士呢 这些的东西呢 让更多人来欣赏 所以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如果赏识老师这个真识之美的企业家 还是说对这个喜爱艺术的都能够来收藏老师的作品 让老师呢他有机会可以帮助以后更多想要从事这方面的艺术家 所以我很希望说在有生之年可以协助老师把一览天下的文创大楼新建起来 让一些艺术家可以来进驻 可以协助他们帮忙他们 因为我们一路走来自己知道说这条路真的是很辛苦 尤其我们都是要靠自己 如果说一些艺术家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展场 来协助他们的话 我相信这些艺术家他们的成就会比何老师更好 是目前我们台湾真的有很多艺术家包括我们陶瓷的艺术家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书法甚至有一些画画的艺术家 这个展场的地方真的大家都觉得很缺乏 那可是呢也不晓得要怎么样来改善它 那拥有自己的展场那当然是最好 有没有这样想过 对所以我一直鼓励老师就是说 你做出你很好的作品让收藏家觉得很珍贵愿意来收藏 那这样子你也有经济来源 当你经济来源足够的时候 你的艺术天下这个梦想就可以实现 你就可以把你的艺术天下的大楼盖起来 后面的一些就是艺术家我们可以协助他们来就是有提供很好的展场 除了我们自己的作品之外 我们也很乐意分享给其他的艺术家来进驻 没错 这些陶瓷的艺术品真的就是这些艺术家们点点滴滴把它累积起来的智慧 这种结晶如果说收藏者可以收藏一定是你可以慢慢的 也是增加自己无限的智慧 想象空间也很大艺术空间也很大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因为你跟着我们的师父福原禅师 也上了一年多的第一届的这个一金大学的课程 那你一直告诉我们说其实老祖都在我们的身边 对 而且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祈求老祖 譬如你的感觉哪一些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求老祖 我甚至曾经用拨杯的方式 可是怎么拨都没杯我就跟老祖讲 我是你的弟子 你都不支持我那请问谁要支持我 你不支持我的话那我相信你有什么作用 所以叩叩叩连续就三个星 那今天应兴了回应了 对 是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像师父一样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那我们知道师父的慈悲 那这一次的在我们7月9号到7月21号 在我们文化中心展览 有邀请师父吗 有 是 刚刚有口头上给他邀请 还没有正式用邀请卡 是 因为邀请卡还在印 对 那我想就是说师父的加持 我想在那个地方有更多人去也会更好 当然就是说孩子长大了 那何老师在我们的这些陶艺界 陶瓷界也很有名气 那当然就是说照顾家庭 要兼顾创造一个艺术家 你最大的愿望希望何老师 他能够怎么样来帮助你的小孩 让他更能够成长 以后可以在这个区块里面 步入这个后程 我想老师是我看到真的很疼爱子女的 因为他觉得说小孩子就是要靠栽培 不是说用口头上没有用 他都是用实际行动 他自己赚了辛苦钱 他也是省吃俭用 然后就是让小孩子去学习 只要你有那个学习的精神 他绝对是全力支持 是是 所以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 现在你们家这唯一的儿子 也很长进 学了很多这些彩绘啊 这些的事情 那以后呢 是不是也要让他 从这个波子碑里面去好好做发展 他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是希望说 因为爸爸已经研发 他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他可以继续努力的话 我想他会比爸爸更专精 成就应该要更好 是 因为有一些经验啊 累积那些都是爸爸可以提供给他的 是 只要再加上他自己后天的努力 所以他学了 除了画画 雕刻 还有一些 就是 资讯方面 也都是他 他现在努力的方向 是 没错 一个爱家的男人 何才敏何老师 也有一个呢 非常让他安心的太太在后面做后盾 然后呢 现在这个儿子也有开始了 一天一天的进步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台湾有这么样的艺术家的出现 能够带给我们台湾之光 而且呢在中国大陆景德镇这个地方呢 有做展览的时候呢 还得到了世界最薄的一个博胎词 这也是我们今天最难得邀请到的就是 何才敏何老师的何太太 那当然我们高兴希望说这一次呢 在我们的7月9号到7月21号 在台中的文化中心做展览的时候 欢迎大家一起来 来跟大家邀请一下吧 欢迎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7月9号到21号 我们在台中文化中心展览 希望各位前进先辈能够力领跟我们指导 是我们最感谢的 谢谢 是 所以我在这里先预祝这一次的展览成功 好 祝福你 谢谢 感恩您接受访问 谢谢 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看天下一家亲 佛菩萨开示每个人都是趁愿而来 为知恩感恩报恩而续缘 祝福大家天下一家亲 发愿 请不吝点赞 欢迎电视讯 请不吝点赞 欢迎电视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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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